Hello, 大家好, 2023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日, 下午 4 點 02 分 是我自己手錶 VLOG 的第 46 集 之前在 VLOG 13 集, 都講過自己一隻德國的手錶 Glassuti Origin 那一集, 基本上都掩蓋了德國的手錶 一些很 iconic 很獨特的 DNA 元素 上一集都講得相當多, 掩蓋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回舊那一集 今集想說的手錶 這個手錶呢, 被譽為在工藝上和造工上 可以跟這個錶王 Pactec 齊名的一個德國的牌子 Longa Langer Onsona 其實一直都想說這隻手錶 但 Honest 這隻手錶很出名 在 YouTube 上面大大小小 也有不同的 review 也有很多的 YouTube 內容 是關於這隻手錶 其實自己都想想, 究竟想說這隻手錶 以什麼角度去說呢 或者以一個什麼的看法 以我自己個人去看這隻手錶呢 私人想後, 自己都想了頗多 今天終於都有一個方向或方向 所以就準備拍這集的 VLOG 首先我們要看一看這次的主角 Longa One 型號是Longa One 191.39 先講講它的基本參數 38.5mm直徑 Lug to Lug的距離是46mm 厚度只有9.8mm 所以這隻手錶絕對是一隻很傳統的 dress watch Longa One 和其他不同的品牌 最大的分別 他們很專注和很專一 一系列全部都是做 dress watch 大約兩年前都出了一隻 比較運動的奧迪士 全鋼的手錶 除了那天以外 A-Longa 所有的手錶 都是一些 dress watch 斯文款 那個 movement L121.1 總共有438個組件去組成 是一隻手上鏈的 movement 上滿鏈之後 有72小時的動力儲存 A-Longa 所有手錶 防水都是很基本的 這隻因為是 dress watch 也不會有例外 只有30米的日常防水 我相信帶了A-Longa 朋友 絕對不可能帶了A-Longa 游泳 潛水絕對不會做這些事 所以也不會是一個缺點 我自己會覺得 相信認識A-Longa 的朋友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帶A-Longa 就要反轉來帶 因為A-Longa 最漂亮的地方 全都是在底部 即是它的動力 不是說它的錶面 設計各方面不漂亮 只不過動力 它所有的造工 encravement polishing 才是A-Longa 最出名 以及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都很快 講一講錶面之後 希望這集的Vlog 都會特別放多些時間 在這個 movement 上面 究竟在 Rayman 的眼光 即是我怎樣 用什麼角度 去欣賞這隻手錶 這麼出名的Polishing 首先講回這隻手錶型號 Longa 1 都有很多不同的材質 Raymond 選了的這隻 就是18K 的白金 Longa 所有手錶 除了我剛才說的奧迪士 是用鋼以外 所有手錶都會用貴金屬 我選了這隻 18K 的白金 錶殼 錶面上面的指針 所有的 index 甚至乎去到 Panorama 大日力窗的框架 全部都是用18K 的白金去做的 這個錶面就很傳統 用了一個實心的 叫做 Solid German Silver 德國銀 去做了這個錶面 所以這個錶面 其實都會很類似 上一次我講過的Glassuti 呈現出一些很幼細 珍珠顏色的 輕微噴沙的效果 這個錶面 這個錶面 在不同的光線下 都會呈現了一些不同的 色彩色 或者 contrast 會有些銀白色的效果 有時候會有些珍珠色的效果 微微有少少泛黃 就像一些香檳的顏色 不過是很淡的 布局方面 和一般German的手錶 其實都很一樣 第一個 偏心的 時分顯示 一個小秒針的 獨立的風格 以及德國手錶 標真是最重要的 標面上面 一個設計的 很 iconic 一個Panorama 的大日曆 其實在上一次我講 Glassuti 的時候 也有講過 大日曆 就是Panorama 的處理 朗格和Glassuti 其實用了兩個 完全不同的 如果說Glassuti 兩個 SINGLE DIGIT 它是不會用框架去分開 是相連成的 以及兩個DIGIT 中間的分割線 是一個圓形 弧形的分割線 所以那個吻合度 或者是一個 很精準 非常準確 在A-Line 朗格上面 這兩個DIGIT 是分開的 而且都用了框架去分開 而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部分 有些朋友是喜歡的 有些朋友也是不喜歡的 在這個 十位 即是那個 那個數字 它是會 低一點的 去到後面 即是第二次數字 它是會比左邊 這個數字 稍為高一點 所以有些朋友 對這個Panorama 的一個 日曆显示 就會覺得 即是A-Line 的這種安排 和處理 就會欠缺 或者是 和Glassroot 那種很平衡的感覺 是會有些分別的 我覺得這個 就割回各眼 而且這個 其實也是 A-Line 的一個特色 上面所有的印刷 非常精美 非常仔細 我相信 有很多不同的Youtuber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 很有趣的 即是拿了一個光學 可以放到 不知幾千倍 或者幾多萬倍 的一個微距的光學電子鏡 去將那些很出名的牌子 例如Rollex PP 朗格 Raisel Constantin 這些牌子 將它的錶面 動作 全部 以幾百倍的微距 放大去看 不需要去擔心 或者去懷疑 屬於頂流的A-Line 所有上面的印刷 處理 都是達到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表現 完全是零下癡 我的微距就很差 其實都沒有辦法 可以像其他Youtuber 真的這麼專業 即是可以 zoom 這麼近地給大家看 但是 整個佈局相當簡潔 非常之清晰 德國人做事 永遠都無實 嚴謹 整個佈局是方便去閱讀手錶 兩個Style 小行動小秒針的Style 和時針和分針的Style 上面都是一個Resetor 微微粒陷 和我們俗稱是唱片面 所以在這個時間的Style 和這個秒盤的Style 都會呈現了太陽放射紋 Sunburst的一個同心圓的效果 另外就 錶面 即是Crystal 一定是用藍寶石的Style 亦都真的做了這個防圓光的Coding 所以在那個反光的程度 折射的問題 是處理得相當相當好 所以對閱讀性 或者當我們欣賞的錶面 是絕對是非常清晰 就不會有任何反光 倒影之類的障礙 所有的框架 所有的時錶 所有的指針 所有的指針 全部一律做了這個High Polish 以及都做了倒角的打毛 所以非常之圓運 Smooth 亦都是真的美輪美換 那 我想我一會介紹這個Movement 就會講到一種叫Black Polishing 的一種技巧 這個其中都是朗格的 是一種很高端的Polishing 來的 在這裏看 可能會看一個Movement 的一些小部分 可能更容易看 大家留意一下 所有的框 所有的指針 所有的Index 在某一些角度 大家會發現 它的倒影 是會呈現了這個黑色的 那這種朗格叫Black Polishing 的技巧 就是用了很多次的 由粗至有的磨砂的技巧 將這些拋光的部分 去打磨到差不多要平面 即是Flat 讓那些光線的折射 做折射去某個點 所以當你的視覺去看著 這些High Polish 或者叫Black Polish的部分 的時候 如果那些光線 正正不是向你的眼球折射 你還會發現 這些High Polish的部分 全部都會呈現這個黑色的 那這個 並不是我們日常 一般其他一線 二線或其他三線 的中標牌子 可以做到給你那種 叫High Polish的技巧 所以說到這裏 我覺得在錶面上 要介紹的東西 基本上就差不多 整個的 Cases 都是用18K的白金 會用High Polish 再夾雜 植紋拉絲 即是做了這個 Contract的對比 所以 朗格的手錶 永遠都會呈現出 一個很優雅 你一眼看上去 會覺得很漂亮 很精緻 但是 它是很內斂 很低調的 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一個熟悉手錶 或者是一個 真的是 手錶的外號者 很多時候你見到 A Line的手錶 其實 就未必會認識它 亦都不會讓它的外形 會突然間有一個 一眼 很吸引 那種感覺 OK 好 皮錶帶方面 就一定是用 最頂級級的 級數的 美洲鱷魚皮 即是Alligator的 錶帶 面頭 就種Alligator 所有的竹字紋 間距非常之平均 壓紋非常之深 非常之清晰 柔軟程度 非常之舒服 非常之柔軟 邊的處理 車線 一定是屬於頂級的 所有這些 偏的孔 全部做了內接型 亦都保證了 即是你長期使用的情況之下 亦都可以保證到 Quality 不會那麼容易去爛 或者去壞 底部 就用牛皮的內襯 有自己 A-Line的Logo 和一個牌子 說到Pin的Bucco 這個模特兒 都是18K 白金的PinBucco 朗格的PinBucco 很特別 在這裏 會多了一個橫探 即是一條柱 這條柱其實功能有兩個 第一 用這些PinBucco 如果有用過的朋友 其實都會知道 用完PinBucco 通常 那條Longer Sling 就會呈現了一個 好像八字形 凹陷了的變形 的情況 通常 用這些PinBucco 即是遇到我的手腕比較小 要扣進入的 這些洞位 的時候 就會令到 當你 要戴 或要 要脫的時候 你會發覺 很困難 因為 這兩個 保護 特別是 第一個 保護 很難脫 所以這個橫探 除了對 Alligator 的 錶帶 即是有著這個 保護的功能 和效果 以外 其實原來 這個 微微的 一條很簡單的橫探 其實是幫助了 當我們 除了這條錶帶 的時候 整個過程 是來得更加舒服 更加簡單 更加好的 這些都是 德國人的 工匠精神 細心 認真 以及很嚴謹 所以 出發點 都是經過 心思熟慮 是用一個 用者的角度 去作出 所有的 安排 好了 講A-Lang 一定要 講講 它的 動作 它的 Polishing 技巧 其實 在 Langga 的 網頁 其實它也很詳細 介紹過 朗格手錶 究竟 有幾多種 不同 Polishing 技巧 和方法 其實裏面 都會介紹得很清楚 在Langga 1 這個 模特兒 肉眼 可以看到的 其實 數下有 1 2 3 4 5 6 7 然後有7個 它很 很可憐的 打磨技巧 Reyman 就會逐個 逐個 說 有4種 分別 有4種 打磨 因爲 設計問題 我們見不到 又或者是 外於 它不是 高級 例如 Minist Repeater 例如 Toy Beyond 某些技巧 這個型號 的確 在這個型號上 是未用到出來的 我們由淺入深 首先 德國的手錶 首先最重要的 就是 四分三的大甲板 在我上一集 即是講Glasutti 都講了 四分三的甲板 容易是 耐用 堅固 因爲 甲板 就很大 如果它下面的 軸承 其實越多的時候 安裝 是越難的 因爲 如果你對不齊 而硬勾起來 有可能 令到 裏面的 軸承 會斷 所以 裝得成功 會令到 Movement 相當之 堅固 相當之 堅固 相當之 穩定 但是 安裝機 相當之難 另外 黃金套筒 上次講的 格率是沒有的 高薩湯 烤南的 南鋼螺絲 這些 在這隻手錶上 全部都見到的 我盡 我最大的努力 就 把微距 盡量 可以 相近 近一點 讓大家去看看 首先要講的 第一種 Polishing 技巧 就是 最大面積的 四分三 甲板上 這一種 柱狀 鑽板上 有個 鑽板上 羅文 一個叫 Rubberic 的 一種 處理技巧 這一種 柱狀型的技巧 其實挺特別的 首先 它會在鑽板上 畫上 一些 等距的直線 畫完 這些等距的直線 之後 就會拿一個 微微傾斜 旋轉的 沙輪 就在 兩條 柱狀的中間 就會做一些 垂直 平衡的 打磨 所以 如果真的 可以用一個 放大鏡 去放大 看這些紋的時候 其實 它就是 圓形的 旋轉紋 來的 沒有一條 柱的 眼角的中間 這些 羅文 其實它是 向著一個 同樣的方向 而且 那個紋理 是相當清晰 和 相當平衡的 所以 當 打磨完成之後 當 我們 動動 無論 左或右 動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四分三 甲板 就會呈現了 海浪上面的 海浪的 Wave 那種 同步 一致的 方向 那種 波紋 這個 就是第一個 A-Line 它在 大面積的 大甲板上面 是全部都會用的 一種 叫做 植紋式 的 打磨 分別 在 四分三 甲板 這一部分 小甲板 都會用了 這種 打磨方法 另外 就要看一看 一般 大部分 甚至到瑞士牌子 都會有 甲板底層 我們叫做 魚鱗紋 那種叫做 皮拉斯的處理 這種 皮拉斯 就輪撞 像魚鱗 有少少像 一些雲 好像雲狀 那種叫做 皮拉斯 通常這種皮拉斯 都會用在 甲板的底層 和一些 看不到的部分 這種皮拉斯 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用一個 圓形 旋轉的 沙輪 就會由甲板的 外層 一直 就會向著裏面 逐個逐個 以重疊的方式 就會打下去 去印下去 我相信 A-Line的 魚鱗紋 是特別之細 和每個間隔 是相當之平均 和有一個 企高的水平 和要求 另外第二個 就是 我們叫做 植紋 植紋 會用在哪些部分 就會用在一些 比較小的地方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 Balance View 上面的 快慢針 這個 上面的 組件 下面的 控制著 平衡擺輪的 一個組件 上面 其實 就是用了 這種 植紋 即是 Straight Grainning 的處理方法 真的很抱歉 手機 太差 所以 沒有辦法 真的可以 Zoom 得很近 很近 給大家 去看得到 工藝和效果 這種 植紋 通常用在 鋼爪 油絲的部分 和 握架 上面 它就會用 它的處理方法 就是單向 用手的 拉的方式 去 做成 這種 垂直的 Polishing 不要想得很簡單 因為 力度要均勻 而且 每一次 以單向的方式 來回 做 拉絲 才可以 令到 上面每一個 部件 出現深淺 黑雲的程度 以及 它的 文路 才可以做得 平均 和一致 所以 這個 絕對 不簡單 並不是 一般機車 可以做得到 這種 效果 說到 第四個 打磨 這個 真的 要花一點時間 去講講 這種 名字 非常之簡單 叫做 環狀拋光 環狀拋光 非常特別 這種不是環狀拋光 這種叫做 平面拋光 英文叫做 Flat Polishing 每一隻 浪格 手錶 必定 有一塊 這樣 有一個部分 這個 Polish 的部件 這個部件 就會在 琴重叉 上面 夾著 那塊 鋼的材質 上面 就是這一塊 大家 靈性 看到這一塊 很拋光 拋得很厲害 這一塊 就是用了 Flat Polishing 這個Flat Polishing 為什麼要說呢 首先第一件事 它跟其他 High Polishing 的處理方法 是不同的 這個部件 首先就固定了 在一塊 木上面 跟著 就會是一些 用鑽石粉 鋪成的薄膜 用人手 以一個八字形 A-Line 它叫做 Figure 8 的一個手法 內匯 不停打磨 每一塊這個部件 至少要打磨兩個小時 才可以做得到 這麼高的拋光 這麼閃亮的Polishing 還有 也跟我剛才有說過 我會呈現到 一個叫Black Polishing 的一個效果 所以 當某些角度 你會發覺這個部件 反光完全呈現了 這個黑色 因為所有光線折射 也會折射到另一個方向 這個就是浪格 無論你的價錢 便宜與貴 也好 這個是浪格 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另外就是 環狀的拋光 環狀的拋光 就是用手去做的 這個 環狀的拋光 就會用在一些 裏面 即是我們叫做鴿板的 側邊的部分 我嘗試指給大家看 這些 這些邊緣的位置 在上面這個鴿板的邊緣 會做了一些 high polish 拋光的 我們叫做 杜割打磨 杜割打磨 杜割打磨完之後 垂直的部分 就是我講的這一種 叫做平面的拋光 平面拋光 它就會用三種不同粗又大小的 叫做鑽嘴 就由粗至柚 去打磨這些垂直的部分 所以其實 如果用放大鏡去看 這些垂直部分 其實它會呈現了一種 好像噴沙 即是叫做 sandbar 的一種效果 到最後 就是一個 必定會有 因為每一隻的浪格 都一定會有一個人手雕刻 就是這個 擺輪甲板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擺輪甲板的 這個垂直 就由 朗格裏面的 不同的師傅 做人手雕刻的方法 再去雕刻這個擺輪甲板 我想 有很多 朗格的居住 或者朋友 其實是未必知道的 原來這個 這個 可以跟朗格 去申請 一個叫做 的證書 這個證書 就會有一張照片 就會有一個 雕刻家的簽名 雖然那張照片 雕刻家的 平衡擺輪甲板 就未做到 屬於你這個動作 你這塊的甲板 不過 你就要知道 你這隻手錶 你這個擺輪甲板 究竟是出自於 哪一位的雕刻家的手筆 這是一個相當之有趣的 一個小小的 information 我想很多 朗格的居住 都未必會知道 原來其實是有一個 這樣的 service 的 大概是關於他八種不同的 Polishing 的技巧 亦都用了很快的時間 講了 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 所有這些斜邊的位置 無論是這些 Movement 上螺絲固定的位置 這些高薩湯上螺絲的位置 所有甲板 斜角的位置 全部都是做了一個 最高規格的一個 倒角的打磨 所以朗格的Movement 你無論在任何角度 任何的angle 不管你用幾大的微距 去看都好 你會發覺他的Movement 真是一件藝術品來的 不會見到有任何靈角 不會見到任何無邊 不會見到有任何的瑕疵 所有東西列入眼簾 都是順滑 都是美觀 全部都是經過手工 人手的修飾 為何他的價錢賣得這麼貴呢 為何浪格可以跟標王Pactech齊名 甚至乎 雖然我自己沒有個人經驗 不過如果轉述一些YouTuber的經驗 近幾年聽說Pactech的QC 其實都出現了一些不同的問題 例如有劃化了 例如有些不完美的情況發生 但是似乎在朗格 從來都沒有聽過有這些問題發生 講講這個Movement 就是用一些未經處理 一些German Steel 即是一些德國的鋼 這種German Steel 它會有微微呈現了香檳金的顏色 隨著時間的流勢 這種German Steel 會變色和氧化 變色和氧化的時間 會非常緩慢 它會呈現出不同時間 有一個非常均勻 平均的Color tone 就會呈現了一些微金色 就會像一些很淡的Rose Gold 一些很像香檳顏色的一種金色 這就是Langa的其中一個特色 上面總共有1,2,3,4,5,6,7 七粒的俗成 都是用了德國的其中一個看家本領 黃金套筒 Gosher tone 朗格就真的用18K的黃金 去打造這些套筒 用這個套筒 安裝了這個紅寶石的俗成 再加各三顆高溫烤藍文火 一些藍色的藍鋼油絲 固定這些Gosher tone 所有的螺絲 一致都會用藍鋼油絲 真的是一隻工藝令人驚嘆 每一次拿著它 我拿著一個放大鏡去看 每一次都會留意到 一些上一次去看 或一次去看 留意不到的一些驚喜 和留意不到的細節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朗格的主持人 有時都會說 朗格的手錶 其實不是拿來帶的 拿來帶 看它的錶面 就真的是一個 顯示時間的一隻手錶 它所有的精彩地方 美麗的地方 全部都在背部 在後面 真的值得花時間 夜幕低垂 在夜蘭人症的時候 一個很平靜的情緒 或者心態 聽著一些古典音樂 去欣賞它 一個完全零下癡 美輪美喚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關於這個動作的一些資料 亦都跟大家去分享講了 臥頸的微調 雖然朗格 就沒有Glassuth Glassuth 雙臥頸微調 這就是Glassuth 的特色 一隻德國的手錶 純種血統 所有應該有的特性 所有的特性 全部在這隻Langga-1上面 就可以找到 我想講講 其實大家見不到的一些大鋼鱗 會用一些 Solarization 這些叫太陽放射紋 但是圓形 即是同心圓的一些 放射紋的打磨技巧 或者上面一些 Train Gear 的一些 圓紋的Polishing 在這個 這麼大 四分三甲版的Langga-1 L121.1的動作 上面 就比較可惜 看不到 但是 在另外一隻 比較入門 Sazonia 那隻Model 就會見到 剛才我講的兩種的打磨 因為你會見到 大鋼鱗 也會見到 它的上年的齒輪 如果 真是想 以一個價錢 將 所有 或者大部分 A-Lang 所有的打磨技巧 都可以去囊括 那 可能 Langga-1 就未必是 最優先的一個選擇 可能買去價錢 比較便宜一點 Sazonia 反而 可以見到的打磨 可能更多了兩個 但是另外兩個 就是一些 我們叫 extended 即是 伸延了的 一些 刀角打磨 以及一些 叫內閣的 拋光打磨 那 就抱歉 真的 就要去到 朗格一些 再高級數的 Tobillon 他一些很高級的 Cornograph Meenness Repeater 才有機會 可以見到 那種工藝 所以 就 關於 它的 動作 關於 它的 Polishing 技巧 我也都希望 Raymond 用我 最大的努力 可以 真的可以 介紹到 給大家去看 或者讓大家 了解多些 這次 這次我特意 不把手錶 上滿了鍊 等它在動的時候 我才會說 呢 就希望 平衡擺輪 在一個完全靜止的狀態之下 去說動作 的時候 大家可以更加清晰 或者盡量去看得清楚 一些細緻的部分 臨完結之前 也都可以 操作一下手錶 給大家去看一下 這次是一個 Menu Wide 手上鍊的 動作 動作 當手上鍊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在 右邊 這一個 的 Power Reserve 大家會看到 德文 AUF 意思就是 Up AB就是 下 告訴你 一路上鍊 你就會知道 這個手錶的動力儲存 就去到哪裏 因為它只有三巴的防水功能 所以它沒有船入式的巴黏 有秒停的功能,只有一個姿勢 拉出來之後就會有秒停 接著就已經可以調整手錶的時間 相當循環,相當的Smooth 那種感覺就真的是一種絲滑的調整的感覺 完全是零觸感,沒有任何的阻力 是相當舒服的一個感受 朗格的手錶,調教Panorama的日力 就不會在Crown上調教的 全部都是在11點的位置 在一個獨立的按鈕調教Panorama的大日力 按鈕調教Panorama相當清脆 按鈕調教Panorama的感覺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像你用一些高級的Column View 那種的杜柱林 那種那麼輕,那麼Smooth的一種感覺 上次的按鈕調教Panorama的感覺 給大家看,跳動相當地清晰 相當地準確 这就是调调日力的方法 关于这个手标我想分享的 应该没有任何的遗漏 再多看一遍 它的动力 相当美好 最后的时间 差点忘记了 试试夜光给大家看 Raymond 选择的Longar One 有夜光效果 但并不是所有的Longar One都会有夜光的 应该就只是这个模特 才会有这个 Superlominova 这个夜光 十月的index 时 分 秒针 秒针 也会有这个 夜光 也会有这个 夜光 会呈现绿色 好 好了 关于这个手标的东西 真的 说完了 结果 最后 最后 也会给大家看一看 A-Longar One A-Longar One 除了它 手标很漂亮 之外 也会看一看 它的包装 Longar One 包装 很漂亮 由大至小 首先 看看 这个是硬纸质的皮盒 非常之硬 拔出外盒 它也很硬 很硬 很硬 很直 另外 就是 一个 内盒 我试试把 电话再调高一点 一个硬的外盒 分开两部分 拔开了外盒 第一个就会看到 一个真体 好似一本记事宝的东西 打开了这本的记事宝 里面分别有两本书 第一本 就是左边这本 就是这个 User Manual 教你如何使用手标 其实都不需要怎么看 右手边这个就是 它的保养 这个保养 里面有些资料 不分享给大家看 它的国际保养 全部都会在里面 里面 这个旁边 会有一个 朗格的 抹布 抹布 放在这个位置 真体 好似 一本记事宝 好似的 这样的 那 这个就 发票 单 会被一个 很硬的 envelop 这个就 朗格压外送多 一块的 抹布 那 为了方便大家 真是去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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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机身 朗格 就会送 这个 放大镜 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 它的 放大镜 这个 是一个 真的 实心木 来的 非常之靓 非常之高 那 里面 就会有一个 放大镜 这个 倍数非常之高 那 多少倍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 可以将 你需要在 Movement 或者 标面 任何的 一些细节 都可以通过 这个 通过 这个 放大镜 就能看得到 它就有一个 很漂亮的盒 安装 好啦 那 今次就花了少时间 啦 介绍了 一只 都想说一段时间的 Langga 1 Sorry 今次又太兴奋了 因为想说的东西 真的很多 所以 vlog又搞了40分钟 出来 用比之前常 好啦 下一集 有两个手表 我很想说 第一只 都是一只的角标 但是 我到现在 我都 在掙扎着 未决定 真的 买不买 那是一只 叫Domasco 的一只 德国 又是 纯正德国的手标 不过 完全风格不同 我想 先大家听到很多 但是先 我个人 自己来说 我不太喜欢 但是呢 有一个 叫Central Minute Central Minute Central Minute Cornograph 我非常有兴趣 先的EZM1.1 有这个功能 保机的3.17 它的Type 21 都有提供这个功能 Type 21 我就买不到 新的已经停产了 二手呢 我选不适合一个 我自己 接受的一个 价钱 选不适合一个 我接受的 一个 二手品相 那 后来我找到 Domasco 另外一只 非常低调的 德国牌子 那 一只 非能源手标 但是我还在掙扎着 究竟 买还是不买呢 会不会又是Intos 买回来之后 又Honeymoon 第一个星期之后 又放在那边 在掙扎着 如果我真的买了那只 我会 讲那只 如果不讲那只 没买的话 下一集 我会讲一只 非常特别的 Visro Quarcentan 江斯丹顿 斯玛的关子 绝对不是什么 中宏四海 我亦都未有本事 买去的 工匠角楼 Tobillon 万年力 我未有这个本事 不过呢 他就相当特别 相当unit的 Visro Quarcentan Youtuber 没什么人怎么说的 很特别的 亦都相当另类 好了 多谢大家 看了一个四十多分钟的 我自己第四十六集的Vlog 好 多谢了 拜拜